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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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我们明星科技大学在当董事长林校长的带领之下 那么用心争取到我们教育部计指师 三千八百万的补助 封章实验场的开工典礼 能够圆满顺利成功 继续来培育我们所有的科技青年 继续为我们加上努力 继续为我们所有的年轻人提供优质的环境 很高兴今天总算等到明星科大这一个类产线开幕了 明星可以得到这个计划就表示我们的审查委员是肯定的 学校是有这个能力可以来培养我们科技业需要的工程师的人才 学生在学他就可以实际的去体验到未来他的职场 他的工作环境 他需要的工作技术是什么 所以明星科大这一个场域建制之后 学生真是有福了 透过这样的场域训练出去各大公司都要开始要抢人了 那明星科大这几年真的也改变了 让外界眼睛一亮 不管说在新南向 在国内的产学专班非常的亮眼 我们也期待明星科大真的能够效务 在这么艰困的环境中可以奋力上游 持续永久 谢谢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代表我们神通知证科技公司 数量董事长来参与这个盛会 那么同时也监证我们封装测试人才一个培育的基金 希望能够收到这个抛砖引玉 希望能够以绵薄之力 能够协助这个明星科大 能够在人才培育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一个影响效果 神通知科前身就叫神通电脑 那这几年透过转型我们把过去强调软体硬体系统整合的供应商 已经成功转型成云跟端体系化物联网的一个服务商 所以我希望在产学合作的平台上 也能够把AI IoT 甚至这个5G这样先进的技术 能够跟明星大学的老师同学 能够更进一步的合作 本校争取的半导体封装测试食物人才培育计划 获得教育部3800万元的补助 加上学校1270万元配合款的益助 总计超过5000万元的预算 得以在校园打造半导体封装测试 类产线示范工厂 建构一个以学生就业为导向的优质实作环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